安给路西打电话 一个狱警回来传话说 他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系了 听到这话之后 约翰的心碎了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就此完结 根据法院的判定 约翰基里克直到2013年 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在贝尔法斯特 梅兹监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爱尔兰共和军囚犯 精心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 但是当他们劫持监狱送餐车 到达最后的检查岗时 正好赶上数十名狱警换班 迈克法兰打开最后一道门时 一名狱警认出了他 于是狱警吹响了警笛 他们听到了警笛一声 才知道有人越狱 他们还以为只是少数几个人呢 实际上企图越狱的 一共有38名爱尔兰共和军囚犯 我跑到车后面 说大家快走 车里面有30多个我们的人 我们一起跑出了大门 穿过狱警的停车场 跑进了田野 我们三个有手枪的 打算在后面拖住狱警 绍塔上 狙击手担心会误伤混战中的狱警 所以不敢开火 我们和狱警打了起来 我和另外几个人都穿着狱警的制服 和我们战斗的狱警也穿着制服 因此狱警和囚犯混在一起展开了一场混战 我们劫持了汽车 然后横穿马路 一直打到了马路对面 然后我们跳过铁丝网 来到一片开阔的斜坡上 38名爱尔兰共和军囚犯 全都跑了出来 我们越过这个围栏 进入田野 然后朝不同的方向 分散逃跑 囚犯跑到野地里 分散开来 朝不同的方向跑 暴毙斯托林和另外三人 躲在河边的芦苇丛里 我们全身都在水下 除了这一部分之外 我们仰着头 待在水里 我们离岸边不远 河水非常凉 有个人冻得直哆嗦 水面就形成了 一圈圈的涟漪 狱警搜索和暗水 看到了水面的涟漪 他们抓住了我们 脱掉了我们身上的制服 用手铐把我们锁在岸边 迈克法兰和另外七名囚犯 驾驶一辆偷来的奔驰车 来到了德洛摩尔的 一个农场中 我们开了进去 控制住了农场里的人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 通往另一座房子的门廊 我们可以把车开进去 再把大门关系